对一些人来说 空闲时间就应该利用在爱好上 可以通过自己的爱好赚钱 成了许多人的梦想 罗希塔或另称欧希 就是拥有着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工作 结合起来的这个理想生活 欧希选择将绘画融入时装 比如包包 服饰 头巾 围巾 牛仔裤等等 在手提包上画玫瑰 欧希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些包包必须先预定才能够买到哦 好 现在我就要学在这个东西上面画上玫瑰花 我个人是没有画画的经验 但也没有画画的背景 我们直接试试看 首先欧希让我使用圆形刷 我们使用了品红色纺织涂料来画玫瑰 白色的涂料在最初的几笔亮布反半中突出花头 还有黄色和绿色的涂料来画玫瑰花叶 欧希将品红色和白色混合调出粉色之后 就在别针上画一个圈 我们就要在这里 我们在上面画的背景一样 我们在背景一样的项色 我们在这里在背景一样的位置 西or谷 chess 我有比较比较bregan aud себе tik 可以拒练 赶身 摆身 再加上黃色 我們再加上黃色 我們再加上黃色 再加上黃色 再加上黃色 加上黃色 再加上黃色 再加上黃色 畫玫瑰花確實需要耐心 和心思縮密 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这一切就像是一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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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好 觀眾朋友看到沒有 這是我親手在大概五分鐘之內完成的一副玫瑰畫作 我們跟專業的比比一下 有沒有區別 當然這個專業的做得比較細膩 而且做得比較整潔吧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沒有經驗的我而言 其實還是不錯的 歐西如此耐心地教導我 原來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向初學者教這門技巧 歐西經常為公眾開放畫玫瑰的演習班 除了紡織品以外 歐西的玫瑰藝術還運用在哪裡呢 台瓶 南海 環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